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GG Channel 今天當然是GG國際 我想這個題目大家都是非常期待 究竟習近平和拜登的拜習和習拜會 談了什麼呢? 對於中美關係有什麼影響呢? 究竟現在是否雙方緩和呢? 拜登是否跪了呢? 習近平是否扭轉局勢呢? 今集跟大家分享 今集非常難做 為什麼呢? 當我看完兩篇的內容之後 真是相當糟糕 但GG Channel盡量希望給大家一個圖片 以及小弟希望用第一身的資訊 即是直接看會後聲明 因為我個人覺得很多時候的報道 都是二手、三手、四手 不是代表他們不對 我也會看那些報道 但是這個節目 既然我不可以在現場 我也想在現場問偉大的趙立堅問題 但是我不是在現場 最第一手資訊 一定是關於看官方的 statement 這集也是粗口的 先講結論 我覺得談完之後 習近平主席 心裡的一句 我相信就是用回廣東話 搞瘋了 吃碗麵 這個拜登的意思 究竟對於整個中美關係的演變如何 這個topic是會分開兩集和大家分享的 分開兩集 這一集 主要講拜登 習近平回面之後 雙方的官方聲明 以及 補充美國提到一些關於台灣的問題 的一些資料 然後下一集 就是講習近平的六中全會裡面 通過了第三個歷史決議 我覺得這個決議非常重要 那我呢 對於中美關係 就有一個想法 我就有一個 一個估計的想法 那我就會去到下一集 跟大家分享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說好 再次感謝大家的支持 有個網友說什麼時候做Live 會不會一兩個月做一次Live 適當時候 適當時候 OK 那你們就繼續 你們的comment我全部都有看到 你看到 還有 我看到很多新的網友留言 可能你剛剛接觸這個channel 亦都希望你可以看回 下面的paylist也挺整齊的 如果你找回一些舊的集數 有些topic和節目 我覺得是 不怕歐的 OK 有時候你 真的 聽聽一下 覺得不夠皮 可以click回之前的節目 OK 多謝支持 好了 來了 究竟這個會 談什麼呢 就是這樣 新鮮滾熱 其實是前日 11月16日 星期二 的 夜晚 OK 夜晚來搞這個會 香港時間晚上 好了 這次是第一次視像見面 之前兩個都是法國倫 法國倫 談了很多不同的話題 雙方都踏馬 你看這幅圖 你以為只是拜登和習近平 不是 拜登 對面的桌子 是一堆 坐在對面 包括 國務卿 Anthony Blinken 這個真是有頭 Anthony Blinken 一看的樣子都知道 英文池奶 比較硬的就是 國家顧問 我好像說錯了 Jack Sullivan 這個國家顧問 以上的人物 如果你們有興趣 想知道多些資訊的話 都可以留在comment 我可以做一些 segment 去介紹這些人物 日後說一次 國務卿 Anthony Blinken 國家安全顧問 Jack Sullivan 財政部長 Janet Yellen Janet Yellen 應該會出席這些場合 Anyway 國家印太協調 Kirk Campbell 這個比較硬 國安委 中國事務 高級主任 Rosenberger 這個也是比較硬 國安委 國家安全委員會 中國事務主任 John John Zinn 中方方面 有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 丁薛祥 國務院 副總理劉鶴 中共中央 外事辦公廳 公室主任楊潔篪 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 王毅 和外交副部長 謝鋒 OK 全部都齊齊了 有一點奇怪 國務院副總理留學 國務院副總理留學 但是國務院副總理 阿強就不在 當然你可以說 扯人家 副總統也不在 但是又不可以這樣比較 Anyway 這些全部都是陸業 主角當然就是拜登 拜登也是陸業 主角當然是習近平主席 在白宮的頁面 就有兩篇文 OK 第一篇 就是這個 OK 就叫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And President Xi OK Before Virtual Meeting 這個就是一個開場白 他就連開場白都擺出來 不斷地說說 今天我立了整篇 不是很重要的 但是也說說 因為 今次的會 開場白之後 分開上下半場 大約三個小時左右 一開始 很Fan 拜登就說 我們應該 更加正式開會 我們也沒有正式開過 好 見到你 真是開心 我們的責任 確保競爭不會走向衝突 OK 我們的 對話應該是坦率直接的 如果我是習近平 我立即 笑了出來 我是你不怕衝突 我也不怕衝突 習近平這次的策略 其實是很輕鬆的 因為 中方態度說的話 其實一直都這樣說 其實中國說的話沒有變 立場是不會變的 所以他是首方 看你美國怎麼攻 現在是你美國需要 要求一些事情 你是要求中國做一些 改變一些事情 不然就不用談 不然就不用變衝突 先說結論 結果當然是甚麼都得不到 美方是完全廢話 其實你問我這個會 稍後再說 好 另外他就說我們需要建立一個 稍後會說說的 是一個 大家有共識 一個互難 OK 大家可以談 拜登這樣說 大家有共識 就不會 搞到競爭就變成衝突 就這樣 到了習近平主席 他就說 喂 很久沒見了 my old friend old friend 玩死你了 是不是 白宮犯人 立即出來否認 不是呀 拜登沒有當他老朋友 這些叫甚麼 就看著你來吃 說一下習近平 我們怎樣呢 就要搞好我們國內的事 承擔起國際責任 共同推進人類和平 這個發展 講完這個開場白之後就正式開始了 OK 這邊就出了一個 是拜登他的講話 就只說 拜登講甚麼 這個就比較奇怪一點 奇怪一點 你看看新華社那邊 哇 新華社那邊長到呢 長到我媽媽都不認得 他就說你拜登怎麼說 OK 我們先講講 拜登這邊 這裏我可能會講得詳細一點 希望不想錯過重點 還有我可能會講得會失敗一點 因為我始終不是讀翻譯的 好了 第一 今天就聊天了 首先拜登指出了 美國是繼續要捍衛他的利益 以及價值 以及要確保 21世紀的國際關係是公平 自由 開放 就是這樣的 重點 他就說關注 中國在新疆 西藏 以及香港 的行為 的行為 以及更加廣泛的人權狀況 拜登很清晰地說了 他需要保障美國的工人 以及行業 保護什麼呢 保護不讓你中國 的不公平貿易 以及經濟 的一些行為 去影響 也說到印太 要開放 自由 航行 重要的就是 海上的 航行 自由航行 安全 好了 台海了 重點 美國 繼續 承諾 遵從 一個中國原則 你也不用玩了 習近平又來了 不用說了 好了 Guided by 這個一個中國原則是怎麼來的呢 就是 建基於台灣關係法 三個聯合公佈 以及六項保證 這裏就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三個公佈 和六項保證 是什麼東西 三個聯合公佈 其實就是很久之前 最早就是1972年 OK 三個聯合公佈 是有分開三個年份的 分開十一 等等 讓我收回 收回一張照 讓你們看得清楚一點 OK 好了 這裏事關重要 所以就和大家說多一點 第一份1972年 那時候1972年 大家記得 就是剛剛 尼克遜訪華的時候 那時候尼克遜跟周恩來簽署 那個時候 就是正正想 聯中 抗蘇 OK 想抗你蘇聯 聯合中共 所以和你朋友 那時候 其實還未正式 承認這個 又不是不承認的 開始要 拉攏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這樣 好了 這個公佈不是聯合聲明 上海公佈就是講你的看法 我的看法 就出了一個詞叫求同存異 他們的看法是什麼呢 就是包括 中美關係正常化 因為之前為什麼不正常呢 因為之前就是 其實 之前就是 當這個 國民黨 去了台灣的時候 美國是支持國民黨的 因為國民黨是自由的 那邊叫了一個自由 其實也不是民主的 國民黨過去之後 但是那時候 他又在對抗共產主義 所以那時候 就是親國民黨 就 疏了這個共產黨 直到1972年 那時候 就說到了 中華人民共和 就是這個共產黨 堅決反對 任何一中一 台一個中國 兩個政府 兩個中國 台灣獨立 全部都不可以 OK 美國呢 就 acknowledge acknowledge 中國 海峽兩岸 都是希望 堅持一個中國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詭異了 第一 英文版裡面 他說的中國是中華民國 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因為那時候 還沒有正式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第二 他在說acknowledge 中國是承認的 你承認一個中國 還沒有acknowledge 另一個解釋就是 我知道了 我知道你這裡是一個中國 但就不是承認這個中國 中英有一個爭執的位置 好了 公佈完之後 其實那時候 有一個爭執的 是吧 第一件事 中國那時候 窮得 媽媽都不認得 你現在 想和美國去建交 美國那時候 因為要抗蘇聯 於是兩個 就爭執了 這是第一個上海公告 1972年 到了1979年 就有一個中美正式建交 OK 正式建交 又要公佈 那時候 美國就承認 1979年才承認 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所以其實 吊詭地 各位朋友 1979年 之前的幾十年 或者1949年 由你共產黨建黨 直至1979年的三十年裏面 美國 是沒有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美國的中國 是說中華民國 在台灣 是沒有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如果你要說這些 就是這樣 所以 OK 繼續說 對 情況就是這樣 是我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但我保留和台灣的 非官方往來 所以 現在中國就拿著這件事 你不可以有官方的 你只是說的 你只是三個聯合公佈 說你不可以有非官方的往來 你只是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第三就是八一七公告 八一七就到了八二年 八二年的時候 比較說的是武器方面 因為那時候美國有駐軍在台灣 因為怕共產黨真的打過去 現在中國就想他撤軍 以及不再埋武器 就是這樣 美國也強調會逐少 減少埋武器 所以中國是拿著這三個聯合公佈 就不斷借美國 OK 但是八一七公佈當日 美國向中華民國 他要哄台灣 因為你真的出賣了台灣 你整個台灣 他為了安撫台灣 推出六項保證 這六項保證 美國方面 是入獻的 官方承認的 共產黨是絕對不承認的 為什麼呢 這個當然是重要的 六項保證 六項保證裡面 第一 是吧 美國是不會 設定一個終止日期 好像一萬年一樣 他不賣武器給台灣 我可以賣到永遠的 第二美國是不會改台灣關係法 第三我賣武器是不需要問你中國的意見 第四 美國是不會為台中之間作調停 第五 美國是不會改變對台灣主權的立場 認為這個問題要雙方自行和平解決 第六 美國不會承認中國對台灣的主權 所以第五作點是非常重要 所以 中國是不能夠承認這個六項原則 這是最新的版本 當中有 這個是一個 第二個版本來的 這個是最新的版本來的 再早點的版本 不好意思 我已經說了早點的版本 早點的版本先 你們不用 記了 最重要 就是 美國對台灣的主權 立場是沒有變 OK 然後 去到新的版本之後 就說美國是不會承認中國在台灣有主權 那麼英文是什麼呢 英文就是 issue of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there has been no change no change on the issue of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那你不就承認台灣有主權 是不是 所以出到這個版本 出到現在的情況就很奇怪了 很奇怪了 就是 美國 我 承認 中華人民共和國 OK 中華人民共和國 但是 我又繼續 你不可以在台灣行使主權 然後 我又繼續 承認台灣是有主權 但是 我是說一個中國 那真的是 怎樣呢 我難以理解這件事 難以理解這件事 而簽這個不買武器的時候 有這件事可以再補充買 那時候 19 第2個決議 不是 sorry 這個是 第3個決議 即817決議的時候 Roman Regan 就簽這件事 那時候就加多個備忘錄 這句 後來就刮出來 是19年刮出來的 Roman Regan說些什麼呢 美國 會減少對台售武 一定有個必要條件 Absolutely 就是 中國承諾 是用和平的方法 OK 去看待這個台灣 與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與台灣之間的差異 那這件事 是至關重要的 是最重要的 所以這個台海關係 就糟糕了 出來之後就鬥了 你不要武力改變狀況 中國就這樣說 到最後 稍後再說習近平那邊 我們繼續說拜登 所以拜登就說 我要一個中國 由這個三個聯合公佈 台灣關係法和六項保證組成的 而這幾件事加起來 根本就不合邏輯 根本就不合理 你怎麼可以一個中國 然後你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然後你又 對於台灣的主權不變 我真的不知道你說什麼 好了繼續 美國絕對反對 所有單方面影響這個台海局勢 這都是廢話 後面有些不說了 這是拜登說的 他的聲明 我們看看 習近平主席說的 這邊就威猛了很多 嘩 嘩 大家 頂一頂 好 我順次說重點 第一 中美現在的關係很關鍵 人類的地球村面臨很多挑戰 一聽到就能說 地球村 所以 我們 中美兩個超級大國 應該加強溝通合作 我們又搞好我們國內的東西 但同一時間 一起共同推進人類的和平發展 的崇高事業 推動中美各自發展 維繫國際關係 是不是 都是 都是很重要的 我 習近平願意跟 總統 一起 形成共識 積極行動 好了 我們要堅持 基於以前的經驗 我們這次 新的時期有三個原則 第一 互相尊重 互相尊重就是你不要理我 第二 和平共存 美國你提出共存 我提出 和平共存 第三 合作共贏 不要搞 zero 心機 沒有靈和遊戲 不是你贏我輸 四個優先處理 我們要展現 四個方面的優先 第一我們要展現我們大國 的擔當 第二 本著平 那些不說 我知道你們覺得悶了 我們要確保 中美兩艘大輪船 一起向前 破浪 乘風破浪 不要偏航 不要失速 亦都不能夠相撞 OK 我知道你們悶了 重點 重點 台灣方面 台海局勢的緊張 是源自台灣當局 一再企圖 依美謀獨 倚住美國 謀求獨立 而美國佬 即是你們 說你 你那幫混蛋 搞以台制華 想用台灣 來牽制我們 中華 這個很危險 是玩火 一定自焚 一個中國 和三個聯合公佈 是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 他是不會提 六個保證 因為六個保證 是美國和中華民國保證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唯一合法政府 OK 如果 我們很有耐性 我們是用和平的 但是如果台獨分子 挑逸的話 甚至突破紅線的話 我們一定會採取 斷言措施 好了 大家要做大 說起經貿方面 一起合作 一起賺錢 街外錢 一起賺 他說地球是很大的 足夠我們中美一起去發展 然後氣候也不說了 疫情也不說了 他說拜登怎麼說 在新華四邊問 拜登表示 美中關係 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 五千年前 中國已經是一個大國 拜登沒有了 中國是一個大國 美國不尋求改變中國的體制 不尋求通過同盟關係反對中國 無意和中國發生衝突 只奉行長期一共的一個中國政策 不支持台獨 整個過程的大致內容就出來了 看完大家的意見 看完之後 我覺得 我覺得 這個我先講結論 原因是 我會在第二集中再講 結論就是 我覺得習近平大勝 大勝 基本上習近平沒有做過任何 沒有需要改變任何東西 根本上這堆東西 是一直以來中國說的內容 好嗎 好嗎 你美國 你又很強硬 第一件事 你是不是覺得有問題 拜登 你覺得現在的中國有沒有問題 你聲稱擔心 他的表明說 他提起擔心 新疆 西藏和香港的東西 你擔心 你是不是要求習近平 要先保證一些東西 是吧 沒有 其實習近平什麼都沒有說過 所以拜登這個 只是 講出他的立場 就是大家鬥 如果大家只是講出立場的話 那需要開會 其實這份表明拿出來 大家看完就算了 是吧 所以這個會 基本上是沒有任何作用的 客觀效果就被人覺得 中美關係緩和了 還有你看得出 拜登這個 班底 是完全沒有用的 OK 問題來了 究竟習近平想在這個會上得到什麼呢 拜登 亦都想在這個會上得到什麼呢 立即我們下一節回來 就會講講這個第三次歷史決議 和小弟對於 兩邊的需求 和中美關係分析 下一節見